最hot的课题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 最热的课题应该是围绕在三个字 就是演唱会 那么这个演唱会呢 在昨天 昨天我看到中国报的一篇独家报道 他昨天是放在网站 然后今天呢 是他中国报今天的这个封面 那么这一则新闻 我看到的时候 昨天在家里滑手机的时候 看到的时候就觉得 有点怪怪的 两个原因 第一呢 就是这篇独家报道呢 就只有中国报有 那么其他 我看了其他的这个中文报 不管是新州南洋 还是马来报 或者是英文报 都没有这个讲到 大专学府的娱乐指南 就是演唱会的这个指南 里头他列了相当详细 最主要的呢 就是不能够男女并坐 男女要分开来做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限制 比如说男女不能够变装 就是说男的不可以扮女的 女的也不可以扮男的 如果男的是艺人是长头发的话 你的头发要束上来 你的头发要绑起来 之类的这些东西吧 那么看了之后就觉得 为什么就只有中国报有 只有中国报这么厉害 能够挖到这份纸 拿着哪里分开坐 不得站着看 然后衣着要端装 禁止穿短裤之类的 这个东西 那么后来才发现 原来真的就只有中国报有 那么我的一些媒体圈的 这个群组里头就会说 有没有人拿到这份指南呢 后来才发现 原来这个指南 已经发给了大专学府 是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 中国报从这些大专学府当中 获得这一些 获得这份的这个指南的 OK 获得这份指南 那么这份指南 昨天见报 昨天曝光今天见报之后 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相当大的这个 不晓得各位朋友 你们看了这个指南吗 你们对这个指南 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 OK Jackie说不是假新闻 OK 她不是假新闻 因为今天高教部已经回应了 部长已经做出回应了 部长说 这一份指南 还没有上到部长的office OK 她只停留在官员那边 换言之就是说 有一些官员不晓得什么原因 就是绕过部长 先把这个演唱会的指南 在大专学府的演唱会的指南 发给了大专学府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争议 那么他不是假新闻 现在高教部说 他们会重新做出检讨 听清楚 是检讨 他没有说撤回 OK 新闻报导说 是高教部会检讨这份指南 并不是说到撤回 所以现在有几个点 想要跟大家一起来 理清的这个东西 那么到底首先 这一份指南是谁下达指示 要去执行的 要去朝你的 是首相安华 高教部长卡丽诺丁 还是内阁指示 OK 高教部你去朝你一份指南出来 还是这些官员 本来本来自己要 制定这份指南的 那么其实在这一个事情 发生之前 那么有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在几个月前 应该是在两个月前吧 在两个月前 在登加楼一所大学的音乐会 OK 因为在这个登加楼大学的音乐会当中 男女站得太靠近 所以就引起了议论 然后在一场活动上 就有马来学生就提起说 这一种的做法不恰当 应该要有区分 OK 这个是两个月前的东西 那么当时首相安华 就跟高教部有讨论说 要探讨如何去处理这些 在大学里面办演唱会 所引起的争议 OK 这个呢 是两个月前发生的东西 是在六月的时候发生东西 那么当时事情发生之后 大家都不觉得说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课题吧 只不过安华出席跟大专生对话 然后大专生有提到说 当时在登加楼的大学里头 有办演唱会 然后男女站得太靠近 然后安华就说 可能要制定一些指南来规范一下 所以这个呢 是我能够找到最靠近的新闻 最靠近的这个新闻 那么这个新闻如今真的有了这份指南 OK 有了这份指南 我们要知道到底是谁下达指示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为什么这个指南做好了之后 他没有交给部长 而是由官员直接发出去 到底官员有没有这一个权力直接发出去 他有没有经过部门的秘书长 就是这个KSU KSU部门的这个秘书长 如果说他没有去到这个部长的话 OK 可以理解 那么有没有到部门秘书长 或者是至少副秘书长的这一个成绩 如果连副秘书长 秘书长那个成绩都没有到的话 就意味着这个应该是被杀不打 OK 就是高教部找到一些官员蓄意的破坏 所谓破坏的呢 就是这些公务员 可能有一些公务员把他自己的想法 把他自己的价值观 他对宗教的这个价值观套在这份指南当中 认为这个指南应该要符合他本身的宗教本身的价值观 OK 那么可能这些制定政策的人 制定这个指南的人 的官员可能有没有去过演唱会 都还不知道 OK 那么这一点呢 是应该高教部应该要去查出来的 不能够说不了了之所以不了了之的话就是这个东西过了就算了了要检讨就算了之后就不当一回事 那么如果是不当一回事的话 接下来你的官员会有更多类似的情况让你疲于应付 让你无所适从 所以这个高教部不能够置之不理 否则的话呢 这些暗示力这些deep state呢 接下来就会爬在你的头上 那么到时你要处理的话就变得更加的复杂 更加的头痛 高教部的这个指南事件呢 他也隐隐约约的让我感觉到 他似乎有一种那一个当希盟执政的时候 埃瑟的事情 OK 埃瑟的事情 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事情就是体制内的这些马来官员 体制内的或者是这些马来精英人士 反对政府制定的这些措施 那么他们本身在自己的群体有号召力 一旦这一些体制内的官员 不会是最后一单 他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其他的这个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